大家午安 大家休息過 題外話 大家決定哪個主題 最後兩節課的時候 會有小組討論 那段時間大概會分工合作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自己坐在下面當學員的時候 在另外一個地方上課 我最強的部分 是食品維生物那一塊 但是驗證我就不熟 然後這些場區實作經驗 我也很缺 是後來自己去場跑集合 跟著前輩學了很多 才有一點點的現場經驗 那相對起來 我們這邊會有一些有學生的 或者是剛畢業的 你們可以貢獻的是電腦能力 那現場很多夥伴 你們貢獻的是實作的東西 所以大家都可以貢獻這一塊 但是最後怎麼呈現一份報告 到上面去的話 這個大家去協調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大家互相交流 那我們繼續往下 早上我們看到這邊 我們繼續往下走 那在這邊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議題 就是 像我們有個 我們有個戲友 很好玩 他一畢業出去 就順利的應徵了一個工作 然後也被受重任 就開始接手公司的兩萬二 我聽完就腿一軟 接手兩萬二 好 那為什麼呢 各位 你現在讓我幫一家公司 要短時間內把兩萬二弄出來 我告訴你 我沒有這個實力 那個東西很複雜 但你要買牌很簡單 幾萬塊弄來 不好意思 那個已經過去了 現在 現在IF幫TAF上井八條 TAF跟台灣的驗證機構 也都上井八條 那個時代過去了 現在已經沒有打混摩魚的空間 沒有那種 像有一次我去 北部某一家肉品加工廠 就跟他講 那個 我們公司 江老師我們公司過兩萬二的 好好好 來給我九大程序書 他居然回我 什麼叫九大 我多想跟他講 是貝多芬九大交響曲 好不好 那個差很多 就知道說他們是 買牌的 但是相對起來 我們也遇過那種 一問一答之間 就知道那個 那個食品技師非常受到重用 而且老闆也肯給 也很信任 所以我們知道 各種情況都會有 好來 對不起 怎麼不會動 好來 好 那另外一個題外話 就是 我們那位戲 就遇到一件事情 就是他第一個遇到的不是衛生機查 而是勞動檢查 勞動檢查 他們被開一個缺失 就是他們的瓦斯桶 串接了瓦斯桶 沒有固定 而且他們有串接 所以這情況的話 不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但是各位知道 如果被查過就知道 衛生單位不會去查瓦斯桶 但是你會看到上新聞 因為為什麼 因為消保官去查的時候 連瓦斯桶都查 那衛生單位不查什麼 酒精 所謂的酒精 我是指食品用的料理酒 他不查 因為那個東西不是食品 你在講什麼 酒 只要超過0.5% 體積 超過0.5%的 就不是衛生單位管的 是誰管的 財政部 我說錯了 歡迎你打領我 我公開道歉 但是我沒有說錯的話 我把事情點出去 米酒 15%或20%這種濃度 或者是高粱 40% 或者58高粱那一招 那個東西不是 即使你把它加入我的羊肉爐 我告訴你 這金門高粱58的 很抱歉 它不是食品原料 你被查到 那個東西不會過期 因為根據那個 財政部的法規 這種酒類酒精度夠高 包裝不一樣的時候 其實它不用寫保存期限 很好玩對不對 那酒類有一種酒 例如公賣局 就是醃酒公司的那個 生榮酒是酒 好幾個公司出的 生榮補藥酒是藥 藥又回到食藥署去了 我告訴你 有一次說 我們自己教書 教的這個很氣 你就知道 來 各位我想一下 你做羊肉爐可不可能用 某某品牌的補藥酒 可能 有可能加一點點 或者怎麼樣 好那請問 公賣局的那個東西 它是酒精 所以它是屬於財政不管 不屬於食品 但是會加到裡面啊 我用幾個大品牌 什麼大雕 黃哲峰 那個東西是椅類成藥 跟阿比亞 阿達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有些時候 我們自己 現場被洗臉過之後 我們看事情會不太一樣 但這些東西 你在食品管理原料上 一樣當作食品原料管理 只是衛生局來查 不會查這一塊 好來 等一下 為什麼這不能動 好來 那在這邊 我們回歸主題 我們看到的這個 對不起 等我一下 為什麼我的畫面不太動 我把簡報重訊開一下 這個簡報怪怪的 可以動了 好 那如果是GHP部分 這邊怎麼講 最主要它的法源依據 是在這邊 副表一 好建築與設施 一個符合下列規定 這邊大概都沒問題 就是這些細節上 各位自己去讀 而且早上長官也跟大家分享了 食安法等等那些細節 好那 那提外話 那個早上我說 台灣食品主要只有兩個法 兩個法 這個法叫做法律 英文叫ACT A C T 好 就是導演喊ACTION 那個ACT 那個叫做法 法就是經過國會 不是地方議會 是國會 那去看日本法規裡面 他就大概有看了 有五六條 就是食品相關的法 奇怪 他們國會議員沒事嗎 日本這麼大事情很多 他們國會議員審那些法幹嘛 那對我們食品就兩條 健康食品管理法 跟食安法兩條 其他的都是衍生出去的 但是如果你去看環保法規的話 環保法要到立法院 角力的那個很多條 很多條 那個滿有趣的 好來 那GHP是依照 依照食安法 母法所衍生出來的 有這些細節 那其中廠區建築 就是在副表裔的階段 好 這個我們大家看過去 好 那照明光度應該到 100米足光以上 那跟大家報告一個事情 就是 我常去廠區看的時候 幾乎多數的 廠區都會有狀況 好 好 那鼓勵大家 這個是我去福島祭盒時候 帶的那個工具包 OK的話 如果廠區有信心的話 可以買 這樣子的一個那個 溫度照光劑 那對不起 這個已經有一點狀況了 像一般我們經驗上 前面如果是這個地方 等一下可以穿下去玩 根據經驗上 這個我覺得已經老化了 這邊大概是 400到500米足光 這邊 好 那請問我們廠區要求多少 200喔 是200對不對 那 來 不好意思 你們等下傳下去看 丟我的臉 不好意思 這邊大概400500米足光 這台有點昏倒 這台也10年左右了 好 那這個東西怎麼叫 等一下玩一玩 把照光表我 傳下去給大家玩 測光表本身的話 我之前請學生來測試的時候 APP上面有 那我比對過比較準的是蘋果手機 它裡面照 照度APP會比較準 好 來 至少一般環境要100米燭光 工作檯面200米燭光 法規沒有了 好再來 如果是CAS跟TQF 比較進階的驗證 它就要求 我們在屏管區 要500米燭光 差不多是我們辦公室 前面的光燈不算 辦公室就要500米燭光 那你會覺得很習慣喔 那你就知道 我們餐飲業多可憐 幾乎到飯店廚房去 一樑 尤其什麼 上面是那個抽風機對不對 用個燈罩 裝個燈泡 然後在下面 料理 經常一樑 70 80 師傅幫我把燈全開 這已經全開了啊 80 即缺失 工作區域要200 那很少讓我一進去 就不會拿測光錶的 因為測光錶這個東西 白紙黑字一兩 不夠就是不夠 缺失寫下來 所以我不是衛生局人員 我只能寫建議 這個錶單你們自己回去 那這地方鼓勵大家 一定要注意光線 那像 講一點長輩的壞話 你知道長輩很省店對不對 我就幫他裝燈 他就不開 各位知道其實那個店非常省 那沒多少錢 但是他就不開 那有一次我拿測光錶去測 各位猜猜看那個亮度多少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看不到測光錶的字 有夠暗的啦 有些時候那個 然後就跟長輩講 你要是湯匙叉子牙籤掉進去 你靠量才看得到 你才能撈出來 你不希望大家吃湯匙叉子吧 我不會掉進去啊 意外總共100次掉進去一次嘛 海帶會不會有牙籤 掉出來你會看得到嘛 對不對 所以要插牙籤插什麼的嘛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 在食品場 或者老人家都注意這塊 那這邊一樣 常附表裕的這邊 沸風良好 無不良氣味 通風口保持清潔 等一下給大家看一下那個畫面 你會嚇到 嚇到好 好 血血池保持清潔 至少每年至少清理一次 這個都是在新的草案 草案很好玩 2018年公告到現在還沒有實施 就是GHP的草案 因為聽說你們有一些 讓業者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所以引起了一些反彈 那接下來跟大家講說呢 就會看到說 阿遠講義裡面 會有一些引用的條文 那 這邊的話 九之一 這個是我自己口語編號 讓大家容易懂 就是九大程序書的第一區 A建築與設施 它會對應到我們 對應到我們的實安監測計畫 裡面的 這邊 編號呢 對應到的是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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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8.1.1.2 8.1.1.2 8.1.2.3 是其他地方 如果你第一次聽到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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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這種6.1.5 或者6.8.7 10.9 你代表 嗯 可以多加油 因為如果常常上ISO的話 聽這個會很熟 尤其那些教ISO的老師 我告訴你 你在哪邊 內部計額 8.3或者9點幾 馬上就跑出來了 所以等一下 我講音會這樣子立 所以各位在對來對的時候 會很快 好來 這邊 這個是那個 講到 地板的地方 價格與耐用度 那其中 我們最常見的是PU 第二常見是epoxy 第三常見的是巨尿 那有些還有加一些金鋼紗 防滑等等 價錢都不一樣 好 那 好 這是那個引用衛服部的照片 牆壁發霉刷了亮晶晶的 有蜘蛛網 好 地板導致破損等等的 好 來 欸 這邊 這邊沒寫 有這裡 好 那如果以價格來算的話 PU的話其實不耐用 PU的話 寶寶一層綠色 吸起來的時候還算漂亮 好 那epoxy看技術 三次我跟林老師在聊的時候 他說其實要看你價錢跟圖幾層 他耐用性不一樣 那也是我遇到一個前輩 他本身也是食品系畢業 但是後來他做到 廠區做化學品 他就說 巨尿比較好 價格是三倍 但是呢 大家不願意用 好像說某某食品工廠在桃園 他們當時開了價錢 兩個都報給他 長官後來決定用epoxy epoxy 那個弄完之後呢 隔了一段時間之後 羞羞補補 終於放棄 停止生產10天 那停止生產10天 那停止生產10天 聽說掉了幾千萬 那後來就決定用巨尿 巨尿 耐壓 耐高 溫耐低 溫耐酸耐減 好 所以這前輩跟我講過 我不負責任 我不是幫業務推銷 就是你們聽一下這個情況 那反過來 我們說 GHP裡面沒有要求這麼多 但是在食品工廠建廠設備辦法裡面 有提到 不透水材質 不透水材質的時候 我引用我以前上 那個李文彥老師的課 印象深刻 反過來看 什麼叫透水材質 我們到傳統市場去 各位有印象 傳統市場去的時候 我發現地板就是那個 請問這地板能刷乾淨嗎 可以 一定刷的乾淨 但是你付出代價太大 因為它這是吸收材質 你即使把它刷完 再泡比較白水 再清掉 它的材質是多孔性會吸收 所以反過來看 有一些材質 Epoxy或者是巨尿的話 它本身不會吸收 那還有很多材質 然後因為我聽了不多 我就把這個兩個列出來 一分錢一分貨 這個東西 一平方公尺大概500到600塊 現在有沒有漲價我不知道 巨尿是三倍價錢 所以各位先進未來在建廠的時候 別找我 這個我不懂 我只是知道皮毛而已 可以找專家問他 可以耐用性 Epoxy很漂亮沒有錯 但是大概隔年之後 彈性差的 肌力不好的 開始出現顆粒 所以我們去防廠的時候 很明顯一塊一塊補 補完以後特別明顯 顏色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蠻有趣的 就跟我們台灣的馬路一樣 對不對 另外一個如果要申請TQF驗證的話 就需要有圓虎角 因為這個圓虎角容易清理 相對不容易積灰塵 像這個東西是要申請TQF的驗證 但是這個不是台灣法規要求的 像窗戶的倒角也是一樣 這邊要選45度 那一樣建築設施 剛好我引用衛福部出版品 他就看到天花板截路發霉 座位區破損 地板破裂等等 像我們看習慣 感覺這個就是PU鋪上去而已 建廠說很漂亮 像有一次我到一個肉松工廠去 他就很小型肉松工廠 哇這個好漂亮喔 我那個味道 這個應該不是巨尿 是PU吧 也不是epoxy 對 這個是PU的 很漂亮 但是大概沒做久之後 因為它很薄 它塗上去就刮壞了 所以看大家要的是什麼 一定是一分錢一分貨 好 這參了工廠的那個計查 好 來這邊 一樣 出門算 那這邊有一個 通風口的積灰塵 這個OK 那我最常看到的 缺失是什麼 就是 這邊對外通風口的時候 這邊沒有裝沙網 它在轉啊 但是我看到的時候它沒有在轉 而且轉是吹出去 拉進來的時候 你如果拉進來 就可能把病免拉進來 對不對 如果它吹出去還好 但是它沒有在轉 或者這個窗戶是在轉 旁邊窗戶沒有紗窗 沒有紗窗 沒有紗窗阻隔的 拉開來一角 或者說 我這個紗窗啊 但是你這個門是打開的 所以有的時候跟 跟那個一般人員溝通蠻好玩的 好像這個天花板沒有密閉 來 這個天花板有孔洞 這個很常見 這是什麼 大樓洗牆 把牆壁挖一個洞出去 它就會有這個孔洞 好 這個東西要補起來 最簡單可以用那個發泡 但是我有個前面跟我講 不用發泡 發泡一塊大概300塊 PU發泡一按 它就會整個膨脹 它說你先用東西把它塞住 這樣實體共糊掉 我會講 但是我不會做 我不會做 排水拱 天花板密合 設置插窗 上面都是很正面的 等一下給大家看 防蟲連或者是氣連的一個情況 好來 有獎真達 對不起我明天帶獎品過來 有獎真達 請問 這個地方 除了這邊缺失之外 還有什麼缺失 會出人命的 你看有獎品 他眼睛就來了 來這張照片 除了天花板的衛生缺失之外 可能會有出人命的缺失 獎品我明天帶來好不好 來 夥伴舉手 來請說 這邊 兔電之類 同意 但是沒有達到我的點 但是我同意 一個禮物 來再一個 請說 瓦斯 我不確定 看起來像用電的 你怎麼知道是瓦斯 那瓦斯會怎麼樣 好 明天帶禮物過來 就兩位夥伴 就這個 開玩笑 我之前 我住桃園某一個地方 然後有一天我老婆 我剛好回岳父家 老婆就拿手機 阿遠來 發生什麼事 哇 我們家附近 我們家附近 走路過去200公尺的地方 一氧化蛋中毒 三條命 第一件事情 我只問一個問題 這個東西能不能避免 第二個問題 要多少成本 我有同樣的精神 我用在HACP上 這件事情能不能避免 避免食品中毒 當然可以啊 但是你要花很多很多成本 那就不要幹了 又能低成本 又能解決大危害 這才是 解決風險 而且HACP只是其中一個精神 來這個 沒有錯 夥伴我明天帶獎品過來 這個一看就叫做瓦斯 因為我準備要來畫瓦斯管線了 上次幫我長輩畫 瓦斯管線要選那個 有CNS 認可字號的 而且它有兩款 等一下我把資料整理給大家 這一看就是瓦斯 這邊會燒出去 沒有強制排氣 那我就跟學生講 你看到這個的話 你身上可以掛一個大概300塊 然後500塊燃化蛋警報器 真的不要笑 燃化蛋警報器 來 燃化蛋警報器請教一個問題 會回到HACP驗效的階段 請問我們這些警報器 你怎麼知道它會作用 你用暗的對不對 那暗的是什麼意思 代表你 警報器是怎麼啟動它 來思考一下 因為這HACP驗效的觀念很重要 但是沒有一個老師會像我這樣子講解 因為我去跑去 考環保證照 考資安證照 我有三張 還有考消防人12小時的課程 這跟我們後面講到驗效 非常夠 我講過一次你們一定懂 好來 因為我就是上完12小時之後 花錢後花了兩萬塊 買給我岳父我爸 我自己家裡的這些設備 你按下去它會叫 是代表它有電 但是它是怎麼啟動它 第一個如果是熱感應是你用賴它 第二個如果它蒸煙是呢 是不是要燒煙它會動它才是真的 但是我們煙沒有定量喔 知不記得我們煙沒有定量 所以你按它每個月檢查 不代表你是用啟動它的方式 來讓它安全 好那一氧化碳 我本來要跟我們學校 煌安慰的夥伴講說 我想要燒炭 江老師要幹嘛 不是啦 我裝一個玻璃盒 或者把一氧化碳燜燒之後 讓我的裡面的 一氧化碳偵測器 嗶嗶嗶嗶啟啟動 江老師你不要那麼麻煩 你要怎麼做就好 話來越想越不對 突然有一次 我的老婆摩托車接到 一氧化碳排氣檢查 我拿起來 欸我試試看 我就 我的一氧化碳 下次我把影片播給大家 放上去 嗶 所以 我摩托車的一氧化碳很高 汽車也很高 那個東西就是一氧化碳蒸測器 利用它的化學品啟動它 但是我沒有定量喔 沒有定量不完全是 HACP驗效的一部分 好OK嗎 所以 好回到這邊了 所以我就跟我們學生講 你遇到這個情況之下 趕快逃 要嘛就掛著 要嘛就那個 所以那陣子我們桃園那個區域 我就打電話給消防隊去 請他檢查一下 大家這一陣子因為那個命案 那個不幸事件之後呢 那個區域的消防隊到處在跑 去幫他們檢查 然後做強制排氣的工作 我有一個原則 命一定是最重要的 錢沒了設法再賺 命沒了什麼都沒了 好來謝謝兩位夥伴 電線的地方我沒有注意到 但是講的有道理 而且這個手套不能這樣子掛 但是這個很常見 有一次我去某某餐廳去 它的鍋爐這麼大一顆 鍋爐正在有興趣可以去考 我沒有時間去考 進修大概八千 鍋爐有好幾種 夾衣餅還有特殊的 我就看到上面有個奇怪的東西 一看就是宗教類的東西 我就問師父這個東西 不好意思 這個是招財禁寶避邪的 我不曉得怎麼講 因為它是鍋爐 不是衛生機盒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是衛生檢查 我就可能請他把那些 招財禁寶避邪的那些 不曉得是金幣還是什麼 珍珠瑪瑙把它收起來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去現場 會看到一些比較信仰性的東西 那個東西也不適合出現 這邊設施一樣有排水溝等等 這邊就像我剛才提到說 排水也通常是一個問題 我曾經看過最厲害的是 在台北市大安區某某區域 他們很厲害 他們在二樓 他們沒有辦法把這個往下挖身 他們怎麼辦 他們只好排完之後 用抽水的方式 抽到解油槽 再用解油槽 再抽水一個馬達 抽到排水管去 好 有沒有去過補里酒廠 假設去補里酒廠 他旁邊有公關工廠 你看他的排水溝 他是怎麼做 他為了讓排水波度夠的時候 他是把地板墊高 地板墊高要成本 而且地板墊高全控的那段 會不會多 並沒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做施工的 但是我們一看就知道 他為了把那個白水波度做出來 整個都把他墊高了 這邊補充一下 有興趣的話 像我去 上次我跟林老師去幫一個好朋友 幫他真的是好朋友 所以我們都是義務出去 我幫他去看他們排水溝 好 那就會有這個東西 我就幫他量排水溝 量這個波度去量 因為這個不能泡水 這個可以泡水 我就說 那個先生 你這個地方有狀況 當時你在驗收的時候 你要抓的 他的排水波度至少百分之一 那一般你買這個的話 他這邊有兩條線 一條線 到旁邊那條線 波度就是百分之一 百分之一很低喔 百分之一很低喔 那百分之一是 垂直是90度 請問百分之一是幾度 這書袋子專門的齁 取反函數 attention 百分之一算出來是0.53度 一點點根本看不出來 所以這東西你去算的時候 最好拿一個水平儀 最好是一公尺 因為一公尺上升一公分 你會知道那才好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拿那個 拿那個 數位的角度儀 很簡單喔 因為我們看太多 就是那種 在設計過程中 也不願意找一些朋友 像我就很樂意幫忙 我的好朋友 他就單次完工之後 才告訴你我排水波度不夠 經常看到 你為什麼一輛車子 你坐三個輪胎 然後發現跑不快 跌倒摔倒時候 才發現車子要四顆輪胎 好這是我們經常 很氣的一件事情 好 好 好 來這邊 來這個地方 像這個是美國海軍在軍艦的圖片 這些引用他們 因為沒有版權 因為我們自己出去防場 我們簽保密切解 不能把照片拿出來 好 像這邊的話就是有一些 這邊就牆壁有一些污垢 好 那有一次 有一次是我前輩的案子 我就幫他去測落駿 弄動弄戲 突然看到我們工作人員這樣 出水口這樣 在漱口 在洗碗槽 拿這個來漱口 因為我是一個在外的人 我不是那個公司的輔導老師 我前輩找我去的 我就偷偷跟我前輩講 你觀察一下 因為我不能介入 但是這東西 你說他在那邊 這行為不恰當 你說缺失嗎 我不太能抓到一個缺失 但是這個不太恰到 所以有些時候 會有看到有些奇奇怪怪好玩的行為 好那這邊來 照明光線充足 好設備保養 好來 那在這邊考考大家一個問題 很多季合影或副大老師都會告訴你 我們這個燈要燈照 燈要燈照 但是請問他的法雲依據是哪一條 法雲依據是哪一條 對不起我插個眼睛 不好意思眼鏡起霧了 好那後來呢我發現 他的依據不是在衛生法規 在電工法規裡面 要防暴設備 好那相對起來呢 那個 現在的器具很多都是LED燈泡 像我出來演講 我就帶一支LED燈管 那種仿T5的燈 我就拿到腰部的高度 放下去 搭 撿起來 插著繼續亮 那東西需要防暴嗎 不用 好那講到防暴對不對 我還親眼看過幾次 一次最誇張 廚房 某大型廚房裡面 廚房裡面它不是會有個燈照 然後會有個金屬框 把玻璃框住 玻璃框打開裡面才是燈泡 我就問師傅 我去遇到廚師 我都很客氣 因為廚師有他們未接 我們不要去侵犯人家 師傅 這個玻璃破多久了 我來了這邊就破了 那請問一下 裡面碎玻璃那一塊 跑去哪裡了 不知道啊 你會知道 我們講義務入侵對不對 它為了一個金屬燈照 金屬燈照 經常會生鏽 會長一些氧化物 然後還有玻璃燈照 玻璃燈照還缺了一角 裂開缺了一角 積水什麼東西都看過 那你燈照的意義 本來是保護你的燈泡 萬一爆裂的時候 碎片不要掉到食品加工區 結果你這邊就已經裂掉了 很好玩 所以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說 要結合那種照明設備 裝潢設備 跟建築物 大家一起坐下來設計一條 好像有一次剛好某科技廠 在做設計圖 不能講細節 找我們第三方去幫忙審圖 神到差點要打架了 你知道嗎 你做這種設計圖的話 就怎麼怎麼怎麼 後來願意接受我們的意見 因為他們設計的時候 都是最 就好比賣新車給你 但是我們經常去查廠 去福島的時候 都是已經開了20年的車 20年前怎麼會這樣子設計啊 你為什麼不來先問過 我們這些怎麼查 怎麼看的人來 像一個例子 他就在抱怨 現在的瓦斯管經常會卡夠 瓦斯管經常 因為瓦斯管離地面太近 你自己掃過你就知道 你要蹲都不能蹲 趴也不能趴 掃把也不掃 只能用什麼用水刀 用水刀的時候經常 我不鼓勵水刀 因為水刀會飛沫 可能讓裡面的一些瓦斯物到處飛 所以那個東西其實 設計的時候就設計好 我個人覺得 假設我可以定法規的話 這些管線挑高至少20公分 你的廚房器具至少挑高20公分 至少要打掃才好打掃 因為我去房場去查核 都是跪在地上 斜著看地板裡面 老闆裡面有玻璃 裡面有蜘蛛 裡面有什麼 所以大家會覺得 OK 這邊才是打掃確實 好 作業亮度不足 好 來這邊跳過去 好 那個 冷氣不解 等一下我會另外一個照片 讓大家看 好 那另外一個出風口保持清潔的話 提醒一件事情 這個是人員工作廠區 有一些肉餅加工廠 肉餅加工廠 它是解凍肉餅之後 分選 雞腿歸雞腿 雞翅歸雞翅 然後挑選完之後滷味 就說那你工作環境 靠這台降溫 兩個問題 最好的狀態 它在保持在 正15度C以下 這是禮貨的時候的溫度 但是它做不到 要靠冷氣做不到 第二個 這個冷氣你看過 它裡面會經常會卡垢 因為我拆下來洗過 所以我知道 結果裝不回去 因為回去 平衡就跑掉了 那個很好玩 那這東西最好什麼時候洗 現在洗 冬天準備進入夏天的時候 因為那是人員工作環境 整個濾網洗 然後裡面的灌流扇也要洗 不要自己洗 我就是洗完之後 平衡裝不回去 還是請專業的來洗 相對起來 如果你們比較高檔的加工廠 要控溫的時候 就不能用這種一般冷氣 一定要比較低溫的 所以上次那個也 也不曉得記它缺失還怎麼樣 會有點狀況 再來 風扇 好 這樣還有那個通風口不解 等一下會有照片 配管不解 那這邊的話我們去看茶廠的時候 像這些不解的東西 如果暴露在食品 而且是裸裝的 不是有包裝食品 正上方的時候 這個是重大缺失 會記重大缺失 包括會滴入水的 下面就是加工區 都算重大缺失 像這個一樣 研磨機裡面 病煤 機械 機械設備 動物排儀 還有一些等等的方式 好 這也是那個衛福部的資料 機查結果 哪邊不合格 你說作業場所 食材沒有離地 這個太常見了 到處都是 只是規模大規模小而已 還有水塔 水塔的清潔等等的 這個的話是我引用那個食藥署委託實測會製作的那個簡報 所以大家可以上去看 好 那到時候呢 今天的作業其中一小項 請大家 請大家匯製出 分為 一般作業區 污染區 準清潔區 跟清潔區 好 都大家去討論 就像等一下組長會拿到 A3的大表格 每一個款式會有兩款 大家決定你要用哪一個廠區 或者我們五組決定用一個廠區 好 所以蠻有趣的 那到時候 物流的話呢 到時候 你會分為物流 從低清潔度 到高清潔度 你們自己設計 你們自己設計 再來 人流 空氣流跟水流 那其中 人流物流最重要 這個是 目前台灣要評鑑過 HACCP裡面 人流物流最重要 但是如果 貴公司已經符合 等一下會提到 食安監測計畫指引的話 你連氣流跟水流都要列進去 好 因為上次 有前輩的案子 我當副手去幫忙的時候 我就幫他們單位化 水流跟氣流 我連埋在下面的管線 排水管都幫他畫出來 因為很簡單 你必須抓到那個管之後 萬一有病沒 你才會抓得到 所以變得有一點 從食品博士變水電工的感覺 對不對 我從小是喜歡玩水電 所以我看這個很快 那這邊是 側弱郡的話 是500 CFU 50跟300 那這邊引用的是TQF 就是這棟大樓 就是這個協會 他們的標準 來這邊跳過去 這邊太複雜了 那市區市流 跟大家講一下 台灣法規從沒有講過市區市流 法規沒有講過 我錯的話 歡迎公開跟我講 我公開道歉 像我 部落格寫了一張 兩年前我公開道歉 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兩年前 全台灣應該公開頂課 後來教育部延後三個 三週開學 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 很簡單 因為我被媒體騙了 我們看到訊息都不是完整的 所以我就公開寫 因為我兩年前公開罵政府 所以兩年前公開道歉 我們兩年前延後三週上課 因為政府有很多資料 我看不到 包括我們現在看到任何的疫情 國際都是篩選過的資訊 所以我就發現 法規沒有寫市區市流這個東西 但是 沒有寫是好事 因為可以馬虎 我以前都覺得法規定得越細越好 但是跟著前輩查查以後 我就發現不對 要能做得到的才好 而且用獎勵的做到 什麼叫獎勵 我做越多消費者上門來 我才願意做更好 有沒有發現 這個思維跟官員不太一樣 對不對 這是經濟部的思維 來 BUT 食品衛生就是個BUT 這邊有一個 食品安全建設計畫指引 其中有提到一些資料 包括這個 到這裡 這是白紙黑字寫在指引裡面 人流物流汽流水流要畫出來 但是沒有提到市區 但是因為我們一般慣例上 會用這個方式的話 這是國外行之有年的方式 好來 過敏管理是新增的 我們今天不聊 今天不聊 這個是依照TGF要求 其中一個 獨立空間的弱菌數 必須保持在100個CFU以下 準清潔50個 然後清潔是30個 黴菌10個 再往下 來 這邊 如果是一般作業區 有500個 來請教一下 你們在過去的讀書或禁修當中 有測過弱菌或做過微生物培養棉 請舉手一下 一位兩位上 好來我請教一個問題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是我們書袋子的問題 一個培養棉 衛福部規定多少是有效的 25到250 你們看過250長什麼樣子 一個9公分培養棉對不對 事實上直徑只有8.5 內徑8.3 你裝500個你裝得下嗎 直徑8.3公分裡面500個 有黃的 綠的 黑的 白的 裸露的 長毛的 聽懂我意思啊 我就知道對不對 也是我教書教教教教教 這500個怎麼算 算不出來 我看過我帶過一個學生最厲害 後來很厲害 他後來考到研究所 不久就考上營養士 一個很帥氣又高大的一個男生 很可愛 他以為是算乳酸菌 外表長的都一模一樣 一顆一顆 算了800多顆 錯不到吧 好來 那所以呢我比較喜歡的是 CAS 他說我們一般 一般做一劑要求100顆 好那這邊50顆 好來 記得 有些顧問會告訴你們 你們最好測弱菌 但是這個語法無據 但是我鼓勵的話 可以去測 分享一下我自己實測的照片 這是我實測的照片 多數有空調 沒有開窗的作業環境的話 就是這麼少 這是一個培養名 外徑9公分 內徑8.3 好這樣一顆 就是算一個微生物 好那 這邊有 我看到有4顆 所以寫個4 寫個0 0 這代表我看到沒有長毛的 就是沒有黴菌 沒有黴菌 好 好來 這是我實測 這個東西呢 有幾顆 有57顆菌 沒有黴菌 我黴菌的話 在環保單位的做法 是加入殺黴菌的劑 留下細菌 反過來 殺掉細菌 長出來的就是黴菌 但是因為它加殺掉細菌了 是我博士班有用過一個東西 Psycholexi-mine 我平常我們 我們酒類實驗室做微生物的時候 都是很輕鬆愉快 但是我摸摸的東西 是全副武裝 因為我們懂那個東西 會自突變 會致癌 好那我就說 欸對不起 大哥您公司在新裝 我帶這個 含有致癌物的培養器 進到你們場區 幫你撤漏菌 你會講什麼話 滾出去 所以我將心比心 就是說 我幫你撤漏菌我不做 那怎麼辦 我用眼睛看 那好玩一件事情 你會發現 台灣實驗室公告法裡面 有一些是沒有標準方法 什麼意思 來我常講一句話 阿元身高185 我就想進陸軍儀隊 那陸軍儀隊說 我身高185剛好啊 江先生你個頭沒那麼高吧 不信你哪一把尺來量 站上去 一量 喔果然差185差很多啊 好 那一把尺叫做 檢驗方法 185公分進陸軍儀隊 進三軍儀隊 叫做標準 好 那 台灣的法規 沒有弱軍標準 我們引用 CAS跟TQF的標準 好 那檢驗方法呢 兩個都沒有講 所以有時候 我們書袋子在讀書的時候 會把東西弄完之後呢 你要來叮我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你引用哪一條 但是不要把計額老是惹毛了 有時候他會 有一次我被惹毛了 我就 狂叮對方 來 那這個地方算出來 57顆對不對 這57顆如果是在 清潔作業區 就已經超標了 這真實冊 我冊的照片長這樣子 如果這是在 一般作業區 前處理加工區的話 就OK 但是我很少看到這麼多 我就會告訴他 那天環境 哪個位置 會拍照 但是不能外流 來 假設這邊出風口哪裡 有問題 我們再檢查一下 再來 好 像這個 這是黴菌 那黴菌TQF沒有講 但CAS提到說 他要盡量保持在10個 CFU以下 這樣培養完之後 培養兩天之後呢 他就會長毛毛的 所以我們是用眼睛辨識吧 不精準 但至少我不會把毒物 進到場區 就像很多衛館 你要來我們公司做 並沒方式 你不能帶毒藥進來 老鼠藥 或者什麼 對人體有毒 你不能帶進來 一樣意思 這照片有趣對不對 也是我們到某個地方去吃飯 然後去上洗手間 我們這種人就喜歡這樣 這是什麼 它是白色 它不是黃色對不對 到時候那個 徐和烈老師會告訴大家 黃色的話 昆蟲看不見 以為是黑色的 不會看到裡面 色香味俱全 不會看到色 色香味俱全 還會有 這可能當時做的時候 把它剪掉 為什麼要剪掉 比較好出路 對不對 最常見的 我最常見的在哪邊 大賣場的捕獲區 然後呢 手推車 對高機 手推車出來的時候 就把這個撩到旁邊去 好 不要再講了 我得對不起 大賣場 好另外一個 這是燈管 那燈管的話 白燈管 紫外燈管 紫外燈管 這是黑燈管 這是黑燈管 黑燈管做什麼用 驗鈔 夜總 不是夜總 舞會的時候 不是啦 這種黑燈管可以驗鈔之外 是美國來台灣查查的時候 會帶這種 紫色燈或紫外燈 講說 LED的紫色燈 它可以看出來老鼠的尿尿 那這個是非常豐富 我最喜歡照的是歐元 我那之前換歐元 那色彩粉很漂亮 彩色螢光條 好 來 很多人會在場區 場區有裝紫外燈殺菌的舉手一下 麻煩揮手一下 一二 兩位三位 好 謝謝 那請記得一件事情 題外話 你們做紫外燈殺菌的時候 是不是用計時器 是不是用計時器 請記得 計時器的話是天敵 為什麼呢 來 因為你原定照 預計早上四點到六點的時候 早上四點到六點要照射三小時 但是因為你們公司停電 停了三小時 剛好它變到哪邊 它還是四點到六點 但是它實際操作時間變成七點到九點 幫大家做日光雨 曬了又健康又舒服對不對 有一次我在實驗室 我剛好心神不寧沒有注意到 我們實驗室的無盡操作台 是紫外燈跟白燈各自一個開關 一開 一邊吹口哨一邊想事情 然後突然發現我紫外燈是亮著的 我曬了半小時 我就問老婆會不會得皮膚歪啊 沒事到現在還沒事 我就上天保佑 那這東西怎麼解決 這是我們實驗室的 這是我的手錶是13點22分 但是它的這個地方 是四點 三點多 將近四點 我們學校實驗室停電 停了好幾次 就一直在累積 這一個Panasonic 這一個大概多少 很簡單 要不然就裝有那種電池的 我聽師傅講說有電池 他不受停電影響 二來就是所有的結束之後 去巡過一圈 我曾經到某一個工廠去 看一打開15顆 3515 15顆Timer 管個15顆的那個電池閥 我就停電怎麼辦 一個一個調回去啊 我昏倒了 所以當時建廠的時候 如果用到計時器 不管是調閥門的 還是調紫外燈的 一定結束之後 要調回去 要注意 我發現食品老師沒有人在講這個 因為 我比較起頭 因為我會用 我會喜歡用電 好來 好這個是 我們說整個長區環境 還有一個就是那個天花板 簡單講天花板 現在我們叫輕康架 輕康架 Dropping ceiling 那有兩個回風口 這個東西是出風口 這東西是回風口 那回風口有兩種 一種就是專用管線 從這邊接出去 回到冷氣主機 另外一種呢 就是共用上面這個空間 請問台灣是哪一種 我這裡可不可以把它打開來 不好意思 來 這樣他們就可以看得到了 不要 這是人家場地的 要把它弄壞了 好 那 基本上我在台灣目前為止 我翻過的天花板 我沒有看過專用管線出去 我從來沒看過 都是共用的 你跟我講這個幹嘛 天花板內除了管線之外 還有葵瓜子跟黏書板 你有沒有看過上面有老鼠乾的 有對不對 有一次我在某醫院一打開 哇 葵瓜子掉下來 好 就知道說有些是故意放那邊 有些是那個施工人員放那邊 有些是老鼠咬上去的 好 那如果你沒有注意到說 我們共用天花板 這邊有老鼠屍體 加上有些時候節能減碳 晚上不開冷氣會怎麼樣 味道 只會知道死老鼠味道清不掉了對不對 所以這些東西的話 你們發現這些都是我們在場區裡面 注意到之後低成本可以解決的問題 好 來這邊 這跳過去 來 還有一個 這個是真實的 我拿到的 我們時間是更新的時候 我來拍照 不是視頻場喔 不要誤會喔 視頻場怎麼樣我不能講 這是我插過的 插完之後 一段時間還有一點微微的灰塵 翻面翻過來長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東西看得到嗎 看不太到 因為我自己清過 我知道裡面長這樣子 所以更新完之後呢 我就拿來拍照 還有一個這個 這是本來是這個冷氣管 這個保溫層馬拿下來之後呢 裡面會長黑莓 我告訴你 我 我也是強力守電筒喔 我們去集合的時候 我就會站在這邊 斜角照上去會看 有時候看得到 有時候看不到 好 但是我到現在 我不敢去雕人家這個 雕這個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我走進去躺著出來 不要 我跟你講 我遇到一些情況 有一次在某某集合場地 一走去我就發現 情況不太對 就不太對 那我就知道了 是 大哥開的店 早講嘛 記得一件事 平安進去平安出來 好 大家技巧做得不錯 繼續保持 趕快離開了 那個江老師把茶喝完了 好餓我 我前輩跑了跟著跑了 但是你們自己在內部 你們自己做清楚 我們的管線哪裡髒 哪裡不髒 那這東西要不要換自己 自己決定 因為我不懂風管 我不懂空調 要不要整組換掉 或者一段時間 像那個前輩講的 奇怪 美國來茶廠的時候 怎麼剛好你們的履帶 全部換新 週期一到就換掉了 剛好你們空調都換新的 但是我會看 因為有一次我幫某個單位 測弱菌之後 我發現 怎麼會弱菌那麼高 可是再去看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冷氣 他們的冷氣 裡面滿糟的 還好是前處理區 前處理區 所以說沒話講 我說這邊冷氣要保養 我不懂冷氣 找人來保養 因為看到都已經長霉了 好來 這是我們實驗室 這不是食品場 這是實驗室 所以照片我可以用 來要不要裝AirShower 很多食品場有裝 很多人打死不裝 一樣阿元這種書袋子 法院依據在哪裡 沒有法院依據 好 只有你要求什麼 好來 那這邊的話就是說 你考量經費 稽查 形象 跟未來 把空間 這裝一個也要不少錢 便宜到十幾 二十萬 那請問這個要不要 好像我們 很機車被前輩帶壞了 去那邊 手伸進去一挖 欸 也被挖過了吧 要知道 集合的時候手會伸進去挖 正面清乾淨 那 有一次就是裡面會換 它有兩個Fiat 有兩個濾網 一個玉濾網 一個是 一個那個是HIPA的濾網 對不對 那剛好有一個某某單位 那個那個單位的廚師很厲害 手工很巧 我很喜歡那個師父 我都叫他師父 來師父你們在清這個時候 我看一下 他就拆下來 因為我們實驗室的東西 都找廠商來保養 我自己不要動 因為出事就算我的 拆完之後呢 我就拿奇異筆 請主管說 來 他風向是這樣吹出來 對不對 他有一片濾網 假設是 假設是他的那個 他的那個HIPA 各位鞋子可能有HIPA 就是我們那個小台的空氣清淨機 對不對 他有高分子 高效率的那個過濾器 他是從這邊吹出來 對不對 我就說 你這邊 他的框這一邊 因為看起來不髒 不用換新的 這邊畫一個鍵頭 往這邊吹 為什麼呢 因為他風往這邊吹的時候 過濾的栗子 積在哪邊 這一面 好 那如果你裝上去 你忘記了 兩面都差不多乾淨 眼鏡分辨不出來 怎麼辦 或者你這邊比較髒 但是你把它吹乾淨了 跟我們機車 機車換濾芯一樣 對不對 把它吹乾淨了 他裝錯面了 風從這邊吹過去 剛好把看不見細碎的栗子 從這邊吹出來 所以這東西的話 沒有人教我 但是我們知道說 生活經驗 這個 那個HEPA 要這樣子處理 本來我想去那個 那個 美國EPA 美國環保署 引用的 美國冷凍工程 空調 我那個成長 我不會講 協會的資料 你要家裡自己做的話 HEPA在這邊 就想買一個超 那個大賣場 一個大概五百塊一千塊左右 自己裝在電風扇上面 就可以過濾了 好 像這個是美國空軍基地 他在換HEPA 他這樣子換 好 我剛才提到就是這一塊 有興趣自己看 我沒有時間讀這一塊 來 好 然後另外一個有一個法規 也是 餐飲業者空氣污染 防治 設置管理辦法 這個很好玩 這個雙北特別嚴苛 一般只要三百人以上 這邊 那個雙北的話 三十人以上就要管制 所以 那個告訴我們 不要在三北開餐廳 對不對 不是啦 來 他過去 好 那最後我快速講一下 在廠房 一定要注意 幾個跟食品衛生無關 但是會毀掉你的 來 第一個 有沒有可能有地震危險區 異化區 有沒有會淹水的地方 等等的 好 土地用途等等 一般最常見是釘種 好 OK 差不多了 這個不是主題 所以我就補充給大家 跳過去就好 好 我們先休息五分鐘就好 不然我怕講不完 休息五分鐘 我們五分鐘再開始